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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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面每天做不一样的 不重样的三明治 其实你收纳很方便的 就把这样立起来就好了 好可爱啊 好喜欢 下一个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家店 是一个迷你涮烤锅 我们来拆一下 这个礼盒就很可爱有没有 上面有一个特别可爱的Hello Kitty 不管年龄多大都会有Hello Kitty情节 这个迷你涮烤锅 这也太可爱了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应该是他们的新品 因为他们在很多产品我们弄过的 这个产品太适合租房党和学生党了 有没有 大家看一下它的右边是一个深区 是一个真主区 可以涮一些小火锅 然后左边就是烧烤区 可以做烧烤盆 它可以一锅两锅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晚上你在家里包具的时候 一边涮火锅一边吃烤肉 是不是 这也太会享受了吧 它比较惊艳我的一点是 它这个里面的材质是那种卖翻实的 就是不粘锅的材质 而且很好清洗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亮眼的一点 然后它这盖子也是有一个很可爱的 Hello Kitty的蝴蝶结的把手 这样盖在上面 太可爱了 我都穿得舍不错你们了怎么办 现在的厨房小大店真的做的都很好 就是照顾到了各种群体 各种使用场景 点赞点赞 还是一个很可爱的Hello Kitty的礼盒 哇塞 这个粉色的加热饭盒也太可爱了吧 因为这个加热饭盒我觉得很实用 我自己有一个白色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 其他们家的东西 我以前用的都是白色的 但是它出这个粉色 我觉得很好看啊 这个粉 然后你看它开关这里 也是那个Hello Kitty的蝴蝶结 特别可爱 然后这种加热饭盒 是很适合上官主用的 因为大家平时比如说带便当到公司的话 可能还会排队要等着那个微波炉去加热 像这种的话你就直接可以插电 然后放在你办公桌边上 它一般是加热到70度 然后就可以自动保温了 然后你就很容易就能吃到热和多的饭菜 就不用再去排队等那个微波炉了 特别方便的 然后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些隔层 可以放一些米饭 蔬菜还有水果做分层 不过这个加热饭盒呢 我一直觉得 母量时候越来越小 如果是男生吃的话 可能会有点吃不饱 但很适合女生 而且这个粉色衣服 就是为女生量身定做的 而且它这个加热饭盒很好的一点 是它可以全身去水洗的 所以你清洗很方便 而且它盖着的时候 加热的话是不会散味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在办公室会干尬 而且它还配了一个就是车载的店员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出远门 然后也需要开长途汽车的时候 也可以带一些便当在车上 就随时可以夹着 这个真的是超级方便 我很推荐给大家 特别是上三日子的朋友 好了我们终于把适合的东西拆完了 下面我们要进入其他的产品了 首先呢这个 蛙王的小王子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看到了吗 就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小王子的音箱 还是这个可爱的手提箱 他们家所有的音箱都会用这种 特别复古可爱的手提箱装着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它 哇 好可爱啊 这个是叫奥黛利粉 其实就有粉色啦 他们以前出的颜色 我基本上都知道 这个粉色还是第一次见 其实猫王的小王子的小音箱 我还是蛮有感情的 因为我自己就有两个 还有一个不知道到哪去了 但我还找到这个黄色的 这个当时就是租房的时候买的 虽然我觉得这个小音箱就几百块钱 但是它的音质还是可以的 然后造型特别的复古 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设计 特别喜欢 四位一般 我们来拆下一个 这个是素式的吹风机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粉色加紫色的 好可爱啊 然后它有两个吹头 一个这个应该是吹那种直发的 然后这个是用来吹卷发的 有点像带森的 然后就这样扣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它们是主打说五分钟快干 而且又很小巧很轻便 就出门旅行带着 特别适合 很有少女性的一个吹风机 也送给大家 好我们继续来拆下一段 这是一个手持的熨炕机 这在家或旅行都很需要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柯西的手持挂烫机 哇 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这个颜色 它这个粉色是就是饱和度很低的 带点灰的这种灰粉色 我特别的喜欢 它真的非常的小巧 就是手持挂烫的 这个除了在家用 特别特别适合旅行 大家旅行出去的时候 不会带一些 比如说西装啊 衬衫很容易皱嘛 随身带着又不是很占行李箱的地方 然后还很方便 也很轻 这个我想要 因为我没有一个这么小的 这个手持挂烫机 我以前用的都比这个大 这个我决定私自收下 其他都送给你们好吗 终于来到最后一个了 也是Hello Kitty 好可爱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来自学厨的 也是Hello Kitty的厨房用品 第一个是这个全棉的围裙 好可爱啊 好适合爱美又爱烘焙的你 Hello Kitty的电子衬 你们有见过这么可爱的电子衬吗 简直是被萌到了好吗 太可爱了吧 这个 Hello Kitty的硅胶刮刀 我就不拆了 这也是粉色的 这套Hello Kitty的烘焙工具 我希望有一个爱烘焙的美丽的宝宝 能够获得 好了那经过一个下午的分战呢 我终于把我所有的快捷都拆完了 我们家现在已经快要爆炸 我每次开 开箱视频都特别的崩溃 然后呢 那今天拆这些产品呢 我会在我的所有的平台 作为本质福利送给大家 那具体平台的互动规则 大家可以看我的评论区 那希望这些礼物你们会喜欢 我是卡卡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